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晚骑是今天5月15号上午进行的亚运会 第二阶段选拔赛的第四轮 由黑方杨领星对战白方陀加西 杨领星此前三战全胜 也是唯一的一个全胜的骑士 这个状态非常的火热 在被禁赛之后 这个手感不降反身 非常的厉害 其实对于过去的一些争端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可能我们关心的点 不再是这个谁对谁错 而是谁这个实力更为的强劲 能够挑起中国围棋的大梁 这个才是我们齐迷更加关心的 所以说像竞技体育 还是要靠这个成绩来说法 成绩才是硬道理 好我们来看这一盘棋 这一盘棋开局 黑棋直接连脚 左下简单定型 拆边 手脚再拆 再逼住 互相逼住 速度非常快 白棋再逼住 黑棋跳 扩张 然后白棋进来 黑棋 驱振 下一手 白棋碰脚 常用的手段 黑棋扳 但是由于黑棋周围的 这个子已经比较多了 下一手 白棋如何定型 要好好的去斟酌一下 如果还是扳的话 那黑棋断 沾上 白棋 爬回 黑棋再长 白棋再沾的时候 这个黑棋有这个 鼻顶的下法 当然这个局部可以直接 贴住之后再跳 把白棋整体封进去 这样黑棋外边联络完整 脚上也是活棋 白棋里面要想活的话 比较的苦 毕竟这个拐头和阿鲁托 暂时只能走到一个 对吧 你要是走这个拐头 黑棋还可以从里面搜刮 这个活的肯定是相当辛苦 实战的白棋扭断 黑棋打 白棋左下一顶 再跑出这颗子 因为白棋真子有力 可以这样定型 接下来黑棋沾 接下来这个棋的话 可能长一个更好 黑棋脚上打 白棋拐住再断 黑棋打吃 脚上还得继续提去补 白棋再沾 这样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因为这个断其实也不可怕 白棋有这个二路拖过 上面黑棋的棋筋跑的话 白棋就跟他对着跑就行了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实战白棋拐头 黑棋沾再长 打吃 这个棋水也算是常规的下法了 白棋扳一个 但是被黑棋刺到这一下就很难受 这个棋白棋不是很好补 你总不能这样沾的去补齐 这个太不像话了 被黑棋再爬一个 你难道再鱼形连回吗 效率太低 所以说白棋采用这个 外边点的操作 这个棋看上去比较高端 但有点不理解 这个就算黑棋 虎一个把你分断 白棋又能怎么样呢 好像也就这么回事 实战黑棋是断吃 白棋不连 黑棋又拿木数 然后白棋盖头 黑棋再顶 直接把二路这个 脱过给他断掉 白棋脚上力 挡住 再长 黑棋右边这个 先手拿掉 这么大的一块空 爽歪歪 下一手从左上开始压缩白棋 飞压再长 接下来白棋就是一个 迷之操作了 这个棋 飞风是容易想到的一手 这一飞的话 整个黑棋底下都笼罩在 白棋的这个范围之内 而且里面补不补 就很难说 你如果补一手落后手 不补的话 被白棋贴下来 这个里面味道也是极差 不知道能不能出奇 反正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所以说白棋肯定要飞在这 去连成一片 实战白棋从里面挡住 这个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黑棋小尖 白棋在尖刺 黑棋沾 关键是也冲不断黑棋 这个里面也做不活 白棋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在自杀 靠断 黑棋打尺 外边再打 冲一个 这个黑棋是故意卖个破绽 虽然说会被白棋冲完之后断打 吃掉这两颗子 但是黑棋先手可以从中间冲出来 就起到一个弃子 然后出头的一个目的 而且这个位置白棋不能拐出封锁 不然的话被黑棋往里压一尝 马上要针子 你压过来的话 这个右边一夹又把白棋给夹死 这样白棋大亏 这个损的空太多了 所以说只能打吃 黑棋冲出来之后 再压 白棋再尖 然后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已经出头了嘛 所以说里面以后也不存在去收器吃的问题 直接拆盖 把底下安定 拐头再一飞 步调非常完美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 柴尔加菲这种骑形呢 比较怕白棋的碰 但是现在白棋碰 黑棋倒也还好 搬一个 你底下搬 他断打打吃 再把你包进去 这里白棋要想对杀有力的话 就必须要先挤 你不要先断 先断被黑棋立下去先手 刺一个先手 你再挤 他就可以站在一路了 这个不管你断在哪 下一手都是打吃 白棋死 所以说先挤 先挤掉之后再断 这样的话对杀有力 但是脚上完全被碰伤了 以后黑棋随便来一个 比如说二路大跳之类的 做活很容易 所以说这个棋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严厉的手段 实战就靠下来 那黑棋顶一个 虎一个 再一虎 这个地方大穿一个堡垒 活得是非常的舒服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中间这一边非常的重复啊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增加多少空 右边这里将好听一点是棋子 将难听一点就是在送死 这个而且完全没有起到这个 比如说棋子取势啊之类的任何的作用 所以说黑棋的胜率已经到九十几了 完全是碾压的一个状态 白棋立 逼住 黑棋上边直接冲断 杨领星的棋呢 就是比较擅长于运用全盘的后卫啊 然后跟对手形成一个战斗 这个棋就是杨领星所喜欢的一个格局 都很厚 空也挺多 白棋要挡住的话呢 黑棋可以断啊 这个地方白棋出头 那你得不偿失 搬 靠 这样把黑棋活针送出去的话 那全是断裂 中间还有搬断 实战白棋单退 黑棋冲 你还是挡不住啊 挡住黑棋 闭着眼睛断 就行了 白棋作战不可能有利 实战白棋中间拐头 被黑棋这里搬过来 头还是被摁进去 如果说你尝那就全死在里面 这样顶住断打 搬 黑棋断打完之后再一跳 里面只有一只眼啊 打吃的话黑棋站就行了 这个活不了 走这的话搬进去破颜 实战白棋搬也是出于无奈 黑棋断 打吃 下一手黑棋断打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不要去沾 沾的话被白棋先手一打做活 那这个黑棋麻烦了 你要是沾上面的断 被白棋闷进去 里面以后还是要收起吃 木树差不少 打的话呢 白棋藏出来 你再冲 那上边断打 再一打吃通了 这个黑棋失败 所以说这个断打是必须的 白棋也不可能沾啊 沾的话再被黑棋沾 这个里面就一只眼了 那他再打 打吃都没用 白棋全得死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双方也是搞来搞去 白棋提掉 黑棋吃掉这个尾巴 那其实这样的话还行 黑棋吃掉这个尾巴 右边以后再也不用补了 味道全部补干净 接下来白棋 左边高打入 黑棋阵头 这个呢是有一定阴谋在里面的 如果说白棋穿向眼 黑棋有这个靠压的腾罗 你要长 那黑棋沾 这样爬回家的话 黑棋可以先手一段 再跳架 虽然说边控损了 但是在白棋中间的这个后卫眼皮底下能够把这个自己安定 并且抵消白棋的模样 黑棋还算比较成功 主要是之前的底子太厚了 右上一个大肥脚 做支撑的话呢 这个形式不可能差 实战白棋飞 这个棋往空里面钻 黑棋跳 白棋贴住 黑棋在阵头 下一手白棋刺 麻一下黑棋 这地方看黑棋往哪边沾了 局势不利呢 那就可以考虑这个 这样硬沾 白棋断 沾上 反正白棋回不了家 那就直接拉出来单列 那双方形成一个对杀 黑棋这里的靠压之类的可以长长期 以后有这种二路点杀的这个棋 这个里面就非常复杂了 要计算好多步 实战黑棋觉得形势不错 所以说站外面 冲挡住 这个意思呢 就是白棋如果说断里面 那就妥协 双方这个握手言和 再收受控 黑棋可以收的地方很多 这个比如说脚上的这种 飞一个尖顶之类的 包括上方的这个逼住 包括左边以后这个打吃下来 跳一跳 都可以把白棋的空给消掉不少 实战白棋胜负意识很强 觉得现在这样吃不够 所以说断在外面 黑棋长 白棋也长 然后黑棋虎下来 这样就弹不拢了 还是要对杀 小检 黑棋搬 二路拖 这个是一个小手心 如果说白棋搬断 打吃的话中计了 这有个双打 你总不能这样被黑棋提掉 这个棋不是棋了 杀不过 所以说白棋搬里面 黑棋联络 拐头 黑棋小尖 缩小掩位 然后沾上 这个棋黑棋是非常清醒的 如果说你自己逃跑的话呢 首先其中一点就是被白棋挤一个二路打拔 白棋活了 而且你外面再给你走一走 好像也不太能跑得掉 这个地方被白棋罩住 大龙好像还是危险 你冲一个他就单退 对吧 这个棋不太好活 所以说既然不太好活 那就不跟你在这儿绕来绕去了 直接这个破延收器 对杀拼刺到 白棋一路打 黑棋刺一个先手 白棋沾黑棋也沾 因为马上有个击打 提掉沾上 就非常暴力的去杀白棋 实战白棋沾的 如果说这个棋 你要是碰一个这样去收黑棋气的话呢 再沾 那我们来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黑棋有这个一路点 点掉之后你挡住连回 打吃沾上 再沾再收 白棋四棋 黑棋五棋 黑棋快一棋 实战白棋直接沾 黑棋也就往外面长棋了 这个飞非常的妖娆 一般来说是小间 前逢难处走小间 这个长期是比较稳妥的 这个飞真的是 阿诺多姿 下一手白棋利 黑棋搬 搬完之后没有直接点杀 这个地方 杨领心是下的非常的清醒 因为直接点中间的话 被白棋提个 首先确保有个结了 然后底下这里的小飞 他靠上来之后拐住 再贴住景气 再这样靠 我们就简单摆一摆收器 双方互相射 最终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景气节 景气节的话呢 不好讲 而且白棋这里还有本身节 你要是再扑 他再提 这个还要轮到黑棋去找结材 这个不好办了 白棋都挺厚的 所以说呢 黑棋是先承器 这个正确的 白棋封锁 黑棋压 如果说白棋这个时候退让 长一个 那黑棋再点 这个气长出来的话不一样了 不管白棋怎么景气 里面都是一个 对于黑棋有利的缓气节了 缓气节 黑棋肯定随便打 所以说当黑棋这里长气之后呢 白棋选择点刺在这 刺在这是比较高效率的一个补法 因为黑棋如果再点以后 这个里面白棋有这个几段的手段 要杀黑棋中间 那白棋补这儿的话 黑棋底下扳回 白棋再去分段 这里白棋下的也是非常的拼啊 左边要做活 底下又要吃黑棋 主要还是空不够 没什么空 除了右下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脚 都是一些比较碎的小空 接下来黑棋打吃 先手冲 挡住 跳回 不要忘了 现在白棋这样走的话 是把自己的这个中间的棋 也推向了悬崖 这个棋慢慢的变得不活了 之后白棋尖顶 黑棋虎一个 白棋挖 黑棋开始中间跳 破眼 刺一个 先手不断 再去底下打吃 沾上 白棋扳断 黑棋后边断 这个棋的话 那你只能先扑啊 你这个沾这个没用啊 沾这个被一冲 要死了 先扑 再打形成一个结 黑棋 拐头 吃回去啊 先做一眼 接下来对于白棋来说 也很难 你如果先提结的话 黑棋就不是沾了 它是可以断左下了 把你这块棋吃掉 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个是打六环一啊 打六环一 然后你 底下啊 这块棋跟黑棋 右下的这块棋 杀肯定是杀不过的 像这种点进来 二路拖破眼啊 被黑棋这一挖沾 眼都是不存在的 那你以后就算团住 这个里面点 铺各种 各种这样走 沾打吃 这个棋肯定是拼不过黑棋的 左边这颗子打进来 这个也杀不了啊 这个黑棋都可以沾回去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还不得不往左下角去补断啊 被黑棋沾上之后 那继续打这个结 黑棋中间刺一下 白棋直接沾结 反不了 黑棋断 这样的话 中间白棋大龙已经被困在里面 然后要点黑棋底下的眼 对杀 靠一个黑棋挖 这个地方白棋过于的勉强 你只有打 你不能直接这样虎 这样虎的话 黑棋沾 因为你要度过黑棋直接吃通回去了嘛 这也不用对杀了 黑棋已经这个杀掉白棋了 这样的话 黑棋立掉之后 底下贴住 还有一只后手眼 这边一团里面掩杀 这里一掩杀的话 中间白棋自然死掉 所以说只有打 打的话 黑棋反打 你再反打 提结 又变成一个结阵 白棋中间跟左边杀 肯定杀不过的 所以说也不存在什么 这个冲一个景气的问题了 就只能找这种本身结 再提 黑棋左上一点 杀白棋这一块 白棋也承受不了 你要是消结的话 黑棋团住 提掉 打吃 里面就是个死棋 这样转换的话 这个白棋还是不够 等于说 这个上边的半盘就不能看了 失衡遍野 全是死棋 所以说白棋还是跟着提了一步 提这个的话 黑棋底下提结 白棋上边断打 走这 黑棋判断清楚 就把这个底下的结给消掉了 然后看中间白棋最后的挣扎 刺一个 黑棋双 挤一个 冲 回一个想回家 黑棋提结 走到这 白棋认输 这个棋看上去还是比较乱 我们慢慢的往下梳理一下 如果继续走的话 白棋要找结材 底下扳收器 中间提 黑棋只要把这一块给连回家就行了 具体怎么操作 左边站一个 白棋断 再提结 白棋左下挤收器提结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单粘 因为黑棋粘回这个段 你不可能再撑这个结了 你再跟黑棋打 黑棋一粘 这个里面马上就要打吃 直接收掉 以后这个打紧气快的不得了 马上就把白棋给收掉 那你提掉 把白棋连通的话 黑棋一挤 白棋中间的这个棋筋还是连不回去 会被黑棋给搬死 这样白棋等于说这个结打赢了 但是没什么作用 中间大龙还是死的 然后左边这块棋呢 有一个苟且偷生的办法 就是飞到脚上去 黑棋搬断 再打这个结 这个形成一个打结果 但这块棋就是退一万步奖 被白棋给无条件活掉了 黑棋这个吃掉右上的木树 加上中间大龙 再加上底下 这个棋的木树已经完全碾压了 况且这边左上还是个结 黑棋随便得一些便宜的 都已经迎飞了 那这盘棋呢 也是这个一边倒 杨领星在右边这里的定型 相当的严厉 陀佳棋在里面选择动手的话 确实是方向不对 应该外面飞风 里面动手 最后被黑棋出头的话 那纯粹是在送死 这里木树血亏之后 后面就很难追赶了 接下来杨领星下的也是 比较的大局 像左边这里给白棋留了一条深路 平稳收官 但是白棋不肯 最终就拉出来作战 之后黑棋也是依靠 这个强有力的一个 这个组合拳 把白棋直接就打趴下 这样一来的话 杨领星就直接又取得了四连胜 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势不可挡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